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规做的这个叫盆腔的核磕症 那么这个核磕症其实主要是针对直肠癌的 那么它可以清楚地判断出直肠癌的肿瘤的侵犯到了哪一层次 还有肠臂周围的淋巴结有没有肿大或者转移 那么还有一个检查的是叫腔内壁钞 就是通过直肠我们放一个壁钞的探头 这样的话壁钞就可以诊断出探测出肿瘤的深度 那么直肠癌细膜受起呢 我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应用这个盆腔的磁共振 那么就是mri 那么这个磁共振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肿瘤侵犯的深度 那么如果它侵犯掉了直肠的细膜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肿瘤的部位 就是在细膜的部位 还可以看到肿瘤的部位